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正常的收益一些 通过实际数据验证 看它和各种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本章我们大概有四解的那种 第一部解主要是讲风险 风险益家和CAPM 这个相关的知识点 我们在前面相关的章节已经讲过了 但是这里我们拿一些金融市场实际一些数据 给大家做一些测算 让我们直观能了解一下 风险和风险收益 以及CAPM 他们在现实市场中的表现是什么 第二个就讲一下法马夫人是三因素模型 我们上一章在有效市场理论 也提到了它一些相关的概念 这里要把三因素模型它的来龙区面给大家说一下 第三个就是讲一下动量效应 以及四因素模型 在法马夫人是三因素模型 后来又加了一个动量因子 就是四因素模型 然后第四节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些 就是金融市场一些意义项 以及一些解释 是不是啊 我们上一章讲有效市场也提到一些意义项 那么它的解释 从哪些理论可以解释这些意义项 这些理论之间关系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一章主要的那一章 这一章一个主要特点 主要是 这些模型 这些理念和现实的一些数据联系在一起 大家因为我们前期像CAPM套路定价 完全是从理论推导 是吧 理论推导得出一些模型 大家还没有接触就是说一些金融市场的一些实际数据 对它的这个模型无法还有做出全面的评判 好了 那我们还讲第一点 叫风险 风险溢价和CAPM 这里主要是讲以下几个知识点 第一就是风险 风险溢价 这个主要是基于美国金融市场数据 做一些实际检验 第二个我们去看一下 实际中CAPM它的表现是什么 这里我们要学会通过实际金融市场的数据 估计CAPM的β CAPM大家有个重要的参数就是β 是不是 我β怎么估计 当然CAPM如果是不是还有一个α 是不是还有α 这个α是不是按照CAPM理论 那么你可能没有α 现实中是不是存在α 这都我们通过数据来估计的 这个风险 风险溢价 这些概念是属于回顾性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就关于风险或者风险溢价 一般的都用历史数据来测量 因为风险大家是不确定性是不是 风险溢价就比如说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 减去无风险利率 就是风险溢价是不是 那你预期收益有什么表示 我都拿过去的历史数据来表示 因为金融市场以实现收益率 这个我能算到是吧 或者以发生的收益率 我们拿事后以实现的收益率来测量 前面我们在相关的章节也讲过 风险可以用标准差方差来衡量是不是 那我可以拿比如说不同月份的 或者不同年份的 就不同时间长度的它一些数据 那么我拿它以实现收益率序列 我看测算它的标准差来反应风险 这个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像这种波动率 大家知道我们拿方差和标准差 尤其是叫标准差的时候 测算风险的时候 拿历史数据来测算的时候 这个也可以叫volatility 叫波动性知道吧 就是我们说这个大家这个波动性 就是我们平时经常看到 比如说一些一个在文献上 它正常提到就这个 是不是啊 就是反应是波动性 反应是波动性 这个大家要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风险溢价 风险溢价我们前面大家都是讲 比如说预期的收益 风险溢价等于预期的收益 现局RF是不是 那么预期收益 我拿过去历史数据 如果说测算的话 我还是拿历史数据啊 那么我们就不是说预期了 怎么进行估算 这个我可以拿历史数据的平均也可以啊 这个风险溢价 这是我们要讲到的 那么先看一下数据 大家说我们有哪些数据啊 因为这个做那个CPM的时候 大家其中有一个 你比如说你要测算的 CPM的公式本身就这样 大家知道 你比如说某种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 等于RF是吧 加上肥胎 是不是啊 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是不是啊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说写成指数模型 写成指数模型的时候 比如说写成啊 某种金融资产的收益 IT减缺RF 我前面有个结局像R 法爱加备胎 加上市场组合的 在某一期的收益 这MT啊 再减缺RF 再加一个什么应该的 你看啊 他减他再等于他 再加上一个什么 误差项是不是啊 误差项啊 这个就是说 我这一项就是超额收益 我直接拿超额收益 我就这个 比如说我又指到这个 某一个股票 比如说按阅读数据 每一月的收益率 我能指到吧 历史数据以实现收益率啊 能指到吧 能指到 然后市场组合的 比如说我拿指数来代替啊 一会我们再说 指数是不是适合 代表市场组合 市场组合应该 每月也有个收益率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就测阅读的收益 这样就是过去两个时间序列 一个是RIT 一个是什么 MT是吧 这是两个时间序列 是吧 那么他减去 他这个就是超额收益率 他们之间做回归 那么我能得到 这些数据都是 你减RF 我也知道的是吧 RF是我知道的吧 这个也是知道 他俩做回归 我就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 结局向 科学率就知道了 是吧 就是说阿尔法I和北泰 是不是啊 我们本章就是说 我们这一章的关系CPM 就按照这个思路来 大家知道 我拿的历史数据的序列 我估计这个 阿尔法I和北泰 是吧 阿尔法I和北泰 这个是 我们是按照这种估计 那么关键在这里 大家第一个 我的数据从哪里来 首先你个股的数据 还容易找是吧 那市场组合 到底是什么 是市场组合 咱们按照前面学过 市场中所有正确的组合 是不是 那你说是用一个正确市场的 还是比如说一个国家 就研究美国市场 你是用一个正确市场的 还美国有好几个正确市场 是把他们所有正确市场 放在一起 它的股票 这有不同的做法 现在学术界公认的 比如说有个CRSP 就是这个数据库 就是正确价格 就是研究中心 这样一个数据库 应该芝加哥大学 他们做的很久了 他理在于 就是这个数据库 大家认为 就是比如说美国 它有三个正确市场 比如说纽约 还美国交易所 还有纳斯达克 是不是 他把这三个 不同的市场的股票 把它混合在一起 他认为这市场中 所有风险资产的组合 是不是 他认为这是市场组合 我认为这个比较合理 因为投资者选择 这个投资的时候 你面临着也不同市场 你也可以选择 这个概念比较大 所以说 那么我们就基于 他这种思想 第一看一下 那么市场组合 你看三个市场 可以汇集在一起 合成市场组合 是不是 那么一般说 市场组合也太抽签了 应该编指数 是不是 其中有个CRSP指数 他就把这三个市场的 所有的股票 给他进行加权 加权 然后得出指数 咱们说 那么加权的时候 所有股票 第一个是等权重 第一个是等权重 大家你看等权重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有N种股票 IBM 苹果 谷歌 每个月 每个公司 是不是 这些公司 就是这些 它是不是股票 是不是都有收益 我就直接 这三个市场的 每个股票的 收益加在一起 然后除以 总股票数 这每个权重 实际就N分之一 是不是 当然它这种 有一定缺陷 第二种 就是价值加权 价值加权 你看前面是权重 比如说IBM公司 IBM 这MC 就是等流通的市值 是吧 流通的市值 流通的市值 又等于什么 股价 成流通的股份数 是吧 成的股份数 这叫MC IBM有流通的市值 这三个市场 加在一起 是有总市值 那就是它相对市值 再乘以IBM公司 那个月的收益率 每一个都这样做 是吧 这叫加权的 收益率指数 它呢 反正都是算指数的一种方法 像收益的 就市场 组合收益指数 是吧 但是 你像 如果说 等权重的时候 是不是对小公司 和大公司的话 它不做区分 是不是 不做区分 但是小公司的股票 在市场 它经常波动 波动比大公司大 是不是 所以说 你按理说 就说 等权重的 使小公司股票付权过多 通常就不稳定 是吧 你的指数 可能计算就不稳定 一般的 比较严格的 就说 你应该就是 价值价权 要好一些 是吧 这个要知道 好了 那么我们统计一下 看一下 比如说 因为美国的金融市场 时间比较长 你用咱们国内数据 总共也就三十多年 是吧 时间比较短 因为美国从二几年 数据库就有 从二十六年开始 到现在的数据库都有 比如说 我就统计年度的 二十六年到二千零四年 七十几年 七十多年 是吧 这七十多年 你看就用一年度的 我都七十多年 是吧 七十多年 大家看一下 我这其中有个 CRSP 一个价值价权 这个我认为 就市场组合的表现 是吧 这个指数是市场组合 是不是 大家你看 这个是等权重 它的指数 然后这个是 十年期的什么 下面是 十年期国债 是吧 国债是不是也有收益率 你国债也有收益率 是吧 国债是不是每年 都有收益率 你买这个国债都有 每年有收益率 然后三十天期 短期国债 就国库倦 它也有个收益率 是不是 我们把它的数据 进行统计一下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 平均收益 第一列 就是第一列 就是平均收益 大家知道 年化的 如果说按照价值价权 就是整个市场组合 或者市场的平均收益 是多少 百分之十二 是吧 百分之十二 然后标准差 告诉你了 然后这是 按照价值价权 大家看一下 按照价值价权的时候 是百分之十八 又那两列 也是一个 就是说你统计的时间 学着最小值和最大值 是吧 最小值最大值 那标准差 是不是就反映 在历史的波动性 风险 是不是 风险 你看 一往下 就是十年期国债 肯定比股市的 平均收益要低 是不是 但是标准差 也是 也小 是吧 而且最小值和最大值 这个区间也小 是吧 这是不是 你看 从市场这个逻辑 你看 从几十年 七十多年 能证明 是不是高风险 高收益 低风险 低收益 这个逻辑是存在的 是吧 你像三十年期 大家平均年收益率 它百分之四 是吧 梦险收益就百分之四 标准差 就是基本接近零了 是吧 基本接近零了 就这个数据 大家就是要 应该提取这些信息 就是说股市的数据 和债券市场的数据 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 它们风险的关系 风险和收益的关系 就这个图就能看出一些来 是吧 好了 下面看一下 那关键是我就是 值得历史数据了 历史平均我也值得 我让你预期 美国 就是股市 整体的预期收益 这个让你做这个事情 难不难 比如说站在零四年 我从二六年到零四年数据 我让你预测零五年 它的预期收益是多少 难不难 也很难是吧 你说难也难 说也简单也很简单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有七十九个数据的估测 刚才按照平均值是十二是吧 如果说对未来预测 你要是没有其他信息的话 最好的估计就是用它的什么 它的均值是吧 这个是比较稳妥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准 你看历史的平均 刚才说是百分之十二是吧 价值加选嘛 它的百分之十二 那百分之十二 大家历史还有标准差 标准差是多少 你看 标准差还有 0.2是吧 就是百分之二十是吧 百分之二十 那你说让你预期的收益 我拿历史这些要美的数据的均值 是不是 我就说预期收益的真实的均值 不是 是不是 数据统计我们都学过 这应该有个知性区间 是不是 刚学过吧 你看这知性区间 这是均值减据 这一代九六 比如说百分之九十五 知性区间 这一代九六应该是谁 不是 乘以一代九六 这个应该是什么 有什么 然后再乘以这个 然后你看 值得这个 它标准误差 标准误差 还要值得 你要做这个 还有值得标准误差 大家知道 你看它79个数 那按理说 我这越多越好 是吧 它拿79年 应该是比说 等于百分之二十 再比上一个什么 根号 根号79 根号79 就是标准误差 你要值得这个标准误差 大家知道 就是说 我估计值是百分之二 它标准误差多少 标准误差就是你这个 百分之二十 大家在比 根号79 根号79 就是 就是你估计值得误差 这个一代九六 大家再承认这个 就上下这个 百分之二 二五 这个 你算是 这个数据比统计 就是基本的 最基本的 大家算是 你看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的 执行区间是 7.6 到16.4 是吧 16.4 就是说你预测的 均值 比如说你说 是百分之十二 但是你这个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准确是吧 但是你说有多么可信啊 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落在这个区间值是不是啊 落在区间 所以说在统计预测是预测一个值可能是不一定有意义是吧 关键是它落在某个区间内的而且置信水平多大是更有意义是不是啊 更有意义这是 那么下面接着问 如果说我们只使用了二十年的数据 估计的结果后怎么样 估计的结果执行区间大不大 大是吧 那估计结果执行区间就大是吧 因为你标准误差大是吧 标准误差大 这是简单给大家回忆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关于就是我们前面学了 CPM减形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是不是啊 它是关于风险 CPM它的公式主要是关于风险收益之间的关系 是吧 它均衡的时候 均衡的时候 就是这个啊 均衡的时候某种真实的预期收益等有 无风险力加上它的风险一加 是不是啊 就是这种关系啊 这种关系 CPM大家的它的来源 是建立的马克维斯均值方差模型 是不是啊 均值方差模型 大家你们一起回忆啊 要不然有同学说 它为啥就是关于系统性风险 你看 这个是CPMP 这是资产组合的 是不是啊 我们先是风险资产 是这个 是不是啊 然后加入无风险资产 这个 就是这个应该像切是吧 均衡是切点就等于什么 市场组合 是不是啊 那必须是均衡的时候 没有达到均衡的时候 T有可能和M不一样 是不是啊 均衡的时候必须市场组合 那么你说你持有市场组合了 已经 持有市场中所有正式组合 充分分散化了 那你系统风险 就是你剩下的就是系统风险 你非系统风险已经什么 互相抵消掉了 是吧 所以说 现实中投资的时候 大家想你如果说没有充分分散化 你持有市场组合 沿外就是你已经充分分散化了 是吧 这时候你的风险 唯一的风险就是系统性风险 是吧 你不能随便你个人做投资的时候 你已经买三种股票 你还算你的期望收益 你拿CAPM预测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 你没没有充分分散化 是吧 假如说你充分分散化了 你持有市场组合了 那你就是市场风险 所以这个风险一架 大家知道 这个里面这个风险一架 大家你看 我们刚才说了 可以拿历史数据的 预期收益 拿历史数据的均值 可以估计它可以吧 可以啊 当然有一定的知性水平 历史数据的平均值 在减少RF 就市场的风险一架 或市场组合的风险一架 是不是啊 然后再乘以伯特 伯特就说 看我这个股票 和市场组合的相关性 是不是啊 我这个股票 和市场组合的相关性 说白了就是我和我这个股票 和市场组合的各个股票之间的相关性 是不是啊 就其他股票 它的波动 对我的这个股票的影响 对我这个股票的影响 这个大家知道 这部分一架啊 你看这个是 是你承担 这个是系统风险吧 整个这块 这是你承担系统风险 得到的啊 报酬是吧 所以CAPM给你定价 你看啊 CAPM给你定价 就是无风险利率 这是最基本的 是吧 然后再给你风险一架 风险一架 就称你 伯特乘以市场的风险一架 因为你 它伯特就是你市场风险一架 对你的影响 是不是啊 非系统风险一架 他就不考虑啊 这是一个 这个是好 这是给大家 在网上找的一个图啊 大家知道 当年马克维茨和夏普 90年霍诺娃尔奖 90年霍诺娃尔奖 这个是 这些照片 关于风险的问题 大家知道 风险的问题 还是简单说一下 你看啊 这是北一架 这是北一架的公式是吧 北一架 你比如说机翼公司 大家知道 我们前面张姐就讲机翼 大家知道 它的收益 和市场组合收益是些方差 在比方市场组合的什么 方差是吧 哎 那么计算北一架 那就是按照这个公式 也是一种方法啊 大家看一下 我值得机翼公司 每个月的股票收益 可以吧 值得市场组合 每个月的收益 它俩之间做协方差 我能算出来了吧 能不能 两个时间序列之间 协方差能算出来了 是吧 同样 那市场组合的方差 我也能算出来了 是吧 它俩一比 这个机翼和回归差不多 那种回归也可以啊 当然我们回归 还是为了检测一些别的信息啊 这个是啊 这个刚才说了 你比如说 哎 这个机翼公司 大家在 刚才说了 呃 市场的风险级线 刚才市场的平均水平是多少了 12%是吧 市场平均12% 然后风险利率嘛 就30天 那个TBIOS是4%是吧 4% 那它减着市场的风险级线 就是8% 假如说 这机翼的公司的 杯子是1 那言外之一 你机翼公司的风险溢价就多少 就是8%是吧 就和市场组合表现一样 是不是啊 这个是非常简单 这我们拿数据看一下 这个是大家看一下 我比如说 我用月度数据 机翼公司股票 每个月的数据 然后 另外我找到市场组合 刚才说市场组合 我用CRSP 就是价值加权 可以吧 价值就是加权 那个指数 就是它的每月的收益率 可以吧 哎 我把它俩做成这个二维图 大家看着这种 有一种什么关系 它俩 有点线性关系 是吧 是有点线性关系吗 哎 是不是啊 有点这个关系啊 你看拿 咱们先描绘一下 这个 比如说从90年到04年 数据区间更长一些 好像还是有点这种关系 是吧 按照这种线性关系 大家想一下 它如果说 我描绘出一条直线来 估计说 那应该是那条 那这鞋率应该是什么 鞋率应该是什么 那应该是北侧 你猜测一下 是吧 应该是北侧啊 那既然它给拿数据 我们做出 看出有这种关系 那我想 是不是就是 我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 当然它不是百分之百解释 是吧 不是说 那一个 它是完全直线的 但是大概是 有那个趋势 是不是啊 线性直线的关系 那我是不是 用刚才说的 用这个方程 我看看 给它做了一些回归啊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